2月14号就是情人节了 在情人节前夕新北市政府卫生局 针对辖区内的时间情趣用品店 抽验了19件的保险套 结果发现有一件保险套许可证字号过期 有另外一件是连许可证字号都没有 因此就移送高雄市政府的卫生局 希望他们能够针对相关厂商进行调查 2月14号就是情人节 因此在情人节前夕 新北市卫生局在辖区内使出情绪用品店 随机抽验出19件保险套 有一件保险套许可证过期 一件未标示许可证字号 目前都已经移请高雄市政府卫生局 针对相关产品的厂商进行调查的动作 已经过期 那还有一件是没有标示许可证字号 那因为产品的一个负责厂商是在外省市 所以我们也依给当一个卫生局进行后续的一个查处 卫生局表示保险套列属医疗器材管理 至于许可证过期的保险套 可依违反药事法第80条 及第92条规定除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在这一次 因为保险套它是属于医疗器材 因此医疗器材的一个制造输入 都必须事先向卫生福利部的食品交易管理署 办理财案登记 许可之后才可以制造或输入 那在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机查的重点也是在于说 这个保险套是不是有申请我们的医疗器材的一个许可证 比如说是医器制制 就是国内制造的 或者医器数字从国外进口 那另外也看它是不是标示是否完整 那结果是有一件的保险套就是许可证过期 还有一件没有标示它的许可证字号 那针对许可证过期这个部分是已经违反到 要是把第80条跟第94条是可处2到10万元的一个罚款 另外就是没有标示许可证这个部分呢 是依照违反钥匙法第75条跟第92条是储3到15万元的一个罚款 那在这边呢 卫生局也要呼吁民众就是在购买保险套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个认证照看说明的一个口诀 卫生局呼吁民众购买保险套时 因详继口诀一定要注意认证照 仔细看好说明才能做好安全的把关动作 永江乐新闻新北市采访报道